刘翔离婚后手谈初恋被骂惨 刘翔和葛天在2014年闪婚不到一年的时间 刘翔以和葛天性格不合的原因闪离 当时因为刘翔在赛场受伤 离开赛场之后就被父母催婚 然后刘翔就选择了追对他很久 但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葛天 这是一场不被外界看好的婚姻 果将两个人的婚姻才一年就破碎了 现在更是分道扬镳 但是刘翔紧接着在第二年就和初恋女友吴沙低调宣布恋情 自从宣布恋爱之后 刘翔没有在公众场合谈过再次遇到初恋女友的感觉 近日又网上爆料 刘翔在节目中和主持人鲁鱼畅聊的时候谈到了初恋 在节目中刘翔眼圈泛红深情告白吴沙 重逢是最好的邪后 我觉得他就是会陪伴我一生白头偕老的人 每个人的初恋都是最难忘的 希望刘翔这次懂得珍惜 不要让爱情再次溜走 但是一组刘翔骑在乌亚脖子上的照照片 被网友骂惨 两个人在微博也经常各种胡黑调侃 这种恩爱方式简直完美 我们视频开通新闻访观众网站 smail.com 希望一边一边的新闻视频 敬请登陆下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